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吧 假扮少尤的弟弟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没有假扮啊 还装是吧 我已经见过秦叔了 你要是再继续装下去的话呢 那我干脆把少尤又也叫来 那个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你把手机寄回一下吧 干吗 借你手机打个电话 让司机来接我 然后 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了 别跟我耍花样 喂 我手机丢了 你能不能来咖啡厅接我一下 好的 等你 好了 待会儿就来接我 你可以走了 好 那就拜拜啦 天心 记得买单 来 怎么了 你又跟着哪家了 让我看看 谁打你的 哥 其实这件事 我也有错 他们在哪儿 哥 你听我解释 你先坐下来 这件事你千万别告诉咱爸 我怕他知道了会担心我 我在被找到以前 其实过得挺惨的 一直一个人生活 还被人欺负 又惹了一些 不该舍的人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爸爸 过上了好日子 还有你 所以我特别害怕会被他们搞砸 我就偷偷给他们钱 可是他们得怎进吃越要越多 我不给 他们就把我堵在路上打了一顿 还好 我遇见了男问题 是他把我救出来带到了这儿 可是他居然以为我借了高利贷 所以他担心我会连累你们 就造谣我的弟弟身份是假的 他想逼着你们 赶我走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我弟弟 我当然是你弟弟了 我当然是你弟弟了 哥 哥 这事你就不要替我说面了 这些人我们对付不了 而且他已经打了我 估计以后再也不会找我麻烦了 好吧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你回来了 刚才我在电话里还没跟你说完呢 你知道吗 一个邵逸良 邵逸良 你这个片子你还有脸回来 小悠我跟你说 他是冒牌户 他根本就不是你弟弟 哥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我还是走吧 曼婷 你误会了 我 我误会什么了呀 他真的就是假的 他不是你弟弟 你相信我还是相信他 邵逸良真是我弟弟 好了 我累了 先休息了 明年还要睡眠 嗯 我还要睡得了 我也没睡眠 我看我多78年 您想睡觉 你不想睡觉 我说什么 我都要睡觉 你把我换了 我快抢了 你就要没有我们干过 我把你玩过去 是吧 累累累 你个冒牌货 我一定会揭发你的 姐姐 我可从来没有承认过 自己是个冒牌货 你那个情书 可都已经跟我说了 你就是为了钱 假装小悠的弟弟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孤儿 俗化胶 三无产品 再说 少刚叔叔也是出于好意 才找我假扮的 你少有嘴还蛇 你就是为了骗钱 姐姐 做人不能这么耻辱 你要是不信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 如果 全世界都变暗 我会向着微光 用尽全力追赶 这一生的勇敢 我会向着微信 我会向着微信 我会向着微信